今天是10月21号 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券商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大英镑 虽然说啊 它是收红的 但是今天的杀伤力啊 非常的大 今天如果你在开盘这个高位买券商的朋友 可以说要哭晕在厕所了 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啊 这里一个放量大英镑到底是出货 还是洗盘 下周怎么走 后期券商反攻 核心龙头又是谁 如果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到迷茫的 看不懂的 这期视频一定要仔细听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分词图 早盘开盘是高开了两个多点 要开盘一路跳水 尾盘继续跳 可以说今天是直接一波往下走下坡路 那为什么会开那么高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吧 这样费率 实际上对券商版会来说就是利好 有望提升他的业绩 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什么好的力 什么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却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走势 一路走低 很多的资金 或者说很多人借这个利好 实现了一个高位出货 高位砸盘的目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这个大英镑到底是洗盘 还是出货 我觉得这个位置 洗盘的概率高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 昨天他是不是拉出了一个长上瘾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长上瘾的话 有个四盘的动作 其实 今天这个走势 是完全超预期的 如果没有出利好的情况下 今天大概率会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反包的走势 但是利好把这个节奏打弄了 那是吧 昨天在高位追高的朋友们 今天看下开了这么高 顺势就把这个 把这个筹码给放掉了 那么出现了一个砸盘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是不是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吧 昨天无缘无故拉高 今天高开低走 这感觉是吧 有点吓人了 什么意思呢 知道吗 这毫无疑问 这个是不是逼你们去把筹码给干掉 大家觉得是不是 尤其是到下午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往下走低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出逃 当然不是今天买进去的 是前面买进去的 很多都在出逃 其实我觉得这个走势 真的像洗盘 我在前面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说这个K线怎么看 在高位 在高位出现放量英镑的时候 往往预示的是什么 是出货的表现 但是在第一位出现放量英镑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就是洗盘 大家看前面 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放量的 出现一个英镑 马上就出现一个中阳 长阳反弹 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英镑 对吧 放量英镑 好 大家看一下后面 是不是迎来一波快速的反弹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位置 这里出现一波反抽反弹 对吧 有些人在这里肯定是抄到底的 有获利盘的 昨天一个冲高回落 今天一个放量英镑 感觉就是把这一段时间啊 抄底的朋友啊 给他洗出去 把他给吓出去 好 吓出去一跳啊 那是不是可以继续进攻呢 所以券商在这个位置 大家也要注意啊 最近动作比较频繁啊 感觉这个阻力啊 借机做局的概率会比较大 那么下周会怎么走 下周啊 在正常情况下 我觉得是低开高走 反弹的概率会很大 这是大家注意啊 一旦出去放量中长阳反弹的话 券商股的春天就来了 那么这一轮券商的目标很明确 那这个位置 甚至这个位置 后期的目标就比较大了 潜力比较大了 所以大家是要注意的 不管怎么样啊 在这个位置 出去放量英镑的时候 我不觉得是出货啊 对吧 要说出货 也是小部分人出货 绝对不是大阻力出货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 这里 更多的是 制造恐慌啊 好 那我们来看 个股 个股的话 今天多支票啊 开房开得很高 但是都出一个跳水 大家看一下前排的这几支票 我们去看一下前排的这四 四五支票吧 好吧 大家看一下 前排这五支票 红塔 浙商 国联 财达 花锡 这些票有没有特点 有特点 小票 还记得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吗 气大抓小 说得很明确 大家觉得是不是 那么这些票 会不会成为 券商接下来的核心龙头呢 这个红塔啊 今天顶了一天 我有盘跳水 其实红塔是超预期的 我记得在昨天讲这个票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这里啊 冲到六十年线被打了 年六十年线是他这一轮的强压力位 我就说啊 他大概率会什么 会一个备案的节奏 可是今天直接高开 开了 你好 冲冲港亭 有朋友就碰我了 二阳先生 你不说这个票 昨天这个六十年线不能追高吗 那人家今天不是撞了棚马波马吗 你这个说了是不是打脸呢 你这个思路是不是不对啊 其实啊 在正常情况下 他绝对会离开 甚至是被案 但是今天之所以 开那么高 冲涨前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是因为昨天晚上放了这么利好 那这个利好的话 是不是是不确定因素啊 这个只能说啊 是运气 对不对 昨天追高的人 今天给你高位出逃 是运气 那你看一下 今天再来一个大英镑 我想啊 在今天追高的朋友们 下周走吧 如果下周再没处理好的 会不会被砸下来啊 其实 你如果你在今天这个掌停的位置啊 朋友们啊 在掌停这个位置 再去追高的朋友啊 那我觉得你真的是 钱有点多啊 当然也不排除周末再处理好 来一个访包 是吧 这个可能性 那是不会很大 所以啊 红塔证券 记住啊 高位被套住的朋友们 如果下周啊 有机会冲高的话 还是先跑了再说啊 先跑了再说啊 当然啊 高开再次反包的话 那么可以多看一下 目标就是1120 这个可能性是相对的偏低的 所以大家需要谨慎的 招商证券 找旁高开 也是一样的 从高回落 其实啊 招商证券啊 其实招商证券的话 很简单啊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的话吗 现在看一下 有没有你啊 前面在这一天 出现一个放量中长阳 马上拉着仇 我记住啊 往往遇死的是一堆新周期 是一个底部信号 那么大家可以逢低光众 如果你在这些低底上去了 今天一个高开 是不是可以吃到肉啊 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对吧 利好 如果没利好的话 也很难找出来 那么像这种票 追高的朋友们该怎么办 对吧 看这里 这里是前期的一个平台压力啊 这压力很大 你去追高 那我想你原理是什么 记住啊 这个票 下面啊 要考验一下下方的支撑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的时候 我说这个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底部的一个阳线 大阳线 代表是什么 新周期 最好是在这里做一个低息 而不是去追高 但是这个票啊 他前期的人气啊 也是比较旺的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不排除啊 他有一个冲高反波的动作 但是冲高反波的话 我觉得也是跑路的机会 起码这个位置 他存在大的压力 前面这一轮上攻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涨停 说明他的资金关注度不是很高 所以大家操作起来 还是要挺谨慎 国联证券 这个说真的 他的走势啊 超预期的 为什么说这个票超预期啊 大家看 他在这里出现一个放量英镑砸盘的时候啊 正常走势是继续砸 对吧 他没有砸下来 以后 红盘震荡啊 马上走高 虽然说的量能不足 但是整体他走出了一个 持续反弹 对吧 那我们可以确立这里的一个 这里的一个低点 如果说啊 国联暂时杀跌杀到这个低点的话 大家是可以去博弈的 但我们从这里的走势 大家注意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放量的中长阳去突破 一旦突破这个三十六十这个均价的话 大家想一下 他是不是突破了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压制 中长期压制就是个六十年线 一旦这里出现一个长阳 是不是突破了 所以啊 这种票大家注意啊 后期有空间 有潜力 为什么说有潜力 因为它本身存在着并购重组的预期 大绝是不是 因为这个本身啊 管理层就出现了多次啊 吃并购重组的一个愿望 对不对 财达证券真是赤心股 说真的 这个票没啥说的啊 他前期也是出现了一个低点 但是大家看 冲高回落了一个英镑 一个阳线啊 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量能欠缺点 如果这个量能放在这里 放这么大的话 我们可以确定 这就是底部 所以啊 今天的这个走势啊 属于一个正常的调整啊 正常的一个则事 记住啊 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 可以考虑做一个博弈 后期震荡走高的概率大 还有啊 这个票它也有的是啊 牛通值才多少 95亿 它是券商板块里面的赤心 一旦在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中长阳 大家看一下 放点中长阳的话 那它是不是要突出这个前面的高点 所以这个票后面的空间 潜力也就打开了 但是没突破60年之前 大家啊 就要小心 华西正确 华西正确 这个没 这个说真的 很稳定啊 啥意思呢 它的底部在不断的抬 对吧 这里抬一下 这里抬一下 抬一下 然后我们看 它整体的波动 最近不是很大 最近不是很大 现在在60天线以上 那我们怎么理解 这里是低点 这里是低点 那么这里是高位压力 很简单的吧 这个是中间位置 上下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观望是最好的 对不对 那么下的话 它有支撑 上的话有压力 上下都有可能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操作性的难度比较大 大家看 它整体也有优势 牛通值总算是才多赚200亿 后面一旦冲高 朋友们记住 这里马上冲高了 尤其是到了前面 这个高点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追 有票的可以从逢高出货 因为它整体的股性比较差 这个票的股性比较差 然后它很难带起整个板块 或者说带起整个市场 还有就是近期这个票 也没有表现出强势的一个反弹信号 因为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 大家看一下 它的量能一直是没有放出来 所以说大家操作也是要拼谨慎 综合来看 这几只票都是小票 所以这些小票 下周就要注意了 它有没有机会迎来一个反包 朋友们 如果是反包涨停的话 那毫无疑问 它会被资金给关注 甚至有机会带领整个板块 走出一波强劲的反弹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